它最大的特色在於說 它的殘測是可以輸出的 可以輸出的 什麼意思 我在這邊做了樹枝的散步 我做了兩根樹枝 然後在它上面做散步 所以我可以在上面做任意的調整 比如說它的數量 或者是它的 Pensize Masking C選 好 我把數量改一改好了 那這個地方我這樣去改 橫向的數量 比如說我改成36 當然你改的越高它的東西會越小 36乘36 你可以看到它的數字變得很細很小 這樣子 同時如果今天我要把它改 那個數量改小的話 當然是12乘12 我改成6乘6好了 8乘8 這樣調的話 它會變得很大隻 這樣子 OK 所以它是可調的 那這一點 這個可調的優點 其實是可以輸出的 所以這是 就是這樣子 這是為什麼Suppet Designer在場景上面受到歡迎的原因 因為它可以改 它可以改 比如說它的Size好了 比如說我之前講 我現在只是大概的敘述一下 我並不打算精細的跟各位講很多的細節 因為 第一個你們也沒辦法直接應用 好 然後 比如說這個鎖放大小 我這樣直接再調 這樣直接再調 或者是有一個Random Masking 我們現在在Masking這個地方 遮罩這個地方 你把遮罩這個地方如果提高的話 我看一下 我要是沒記錯 遮罩這個地方提高的話 它的數量會變得很少 會消失掉 你可以看這邊 看這張圖比較快 好 1的時候會完全消失 可以的越低就是越多這樣子 好 那這個參數假設我今天 因為這是在Suppet Designer裡面 但是我今天如果希望這個東西能夠輸出的話 那在這個後面這個地方 我之前好像也講過了 從這個上面這個長得像波形一樣的地方 你把它點出來 告訴他我要輸出 把它expose輸出成一個參數這樣子 比如說我就叫做 這邊 這邊叫做Mask Redden 那我們把它換一下 換個名字吧 叫作我自己看得懂的名字 比如說叫做Log 比如說叫 whites 數量 中文我不確定能不能出 但我覺得那應該不是什麼重點 好 確定 這樣子 OK 的時候這個值會直接消失掉 但是你以後在畫面上面點一下空白的地方的時候 這邊會多一個參數叫做 Masking 遮罩 然後它的值 預設值為零 然後最小為零 最大為一 你可以設定它的一個限定範圍 那你可以從這邊看去調它的 Default 一樣 調到越高它就直接消失 調到越低它就出現這樣子 看你寫了多少值 好 那我就先把它調一個 0.5 就是一半的數量這樣 好 那我把它存檔 簡單來講 在這個地方 Input Parameter 這個地方出現的東西 將來就會被輸出 如果你出SBSAR的話 它會被輸出 我就把它再輸出一次 SBSAR 先存檔一次 然後再輸出這樣子 我輸出同一個存檔 確定 好 那我再把這個原本的先殺掉 好 這個 就 我看它能不能更新 我看直接 Reset 一直看看 Refresh Reinvert OK 看一下 你看到 好 我把它殺掉重來好了 這光線把像是有進來的喔 你這樣轉轉看就知道了 你看到光線的方向是會變化的 對啊 我是說光線對這個地板這個樹根的方向是會變化的 但是變化歸變化它畢竟不是真的 就是你看到它這邊會有反光的效果 對 所以把像是不是進來的 而且檔案並不大 這是它的優勢喔 好 我看一下這邊Reinport進來沒有 Refresh Refresh Compressed 沒啥成熟 好 重來一次 好 把這個殺掉重來 好 重新import一次 OK 進來之後我們去選這個材質這個地方 好 它又進來了 那你會看到就是 這邊找一下 不是這個 不在這裡 看一下最前面這邊 好 有這個masking random 好 直接找這個材質 這個S的這個地方 這個 你就直接下去調 畫面會lag一下 出來 好 我只要再去改 我的S這個地方 直接把Ref這個地方 改得多 數字就變少了 所以這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說 我以前的做法是 Photoshop裡面畫貼圖 然後畫完就丟進來用 或者是轉換 爬上貼圖丟進來用 可是如果用Send Design 能做的好數字 我參數直接輸出 然後我可以直接調 如果我在這邊看起來不喜歡 那我就在Substance Designer裡面調好 在輸出這個傳數 所以如果Substance Designer Substance Designer這個東西 它有趣的一個地方 在什麼地方 通常Substance Designer 在編制裡面 它是一個專門的人在做 就是有一個人專門做這件事情 然後做場景的人 會發需求 給它說 比如說好 我今天要做一個 那個牆壁的磚塊 的平貼效果 上面要有損壞 亂段數的破損 我就把這個需求 丟給做Substance Designer的這個人 然後這個Substance Designer的這個人 他就把這些參數 全部都做好好的 然後連損壞做好好的 但是損壞的亂數 我留下來 可以調整數量多或少 或者是其他的 比如說大或小 這調整好 調整好之後 我就把這個材質 直接SPSAR 直接丟給做場景的那個人 然後做場景的那個人 就在使用的時候 他就不喜歡 去自己手挑 這樣子 所以它是 比較適合在有一個程度的編組上面的時候 去使用 有一個人專門做這個上景 就專門做這種材質 然後專門出 丟給底下的員工 就是底下的 那個 比較 就是前線的人在使用 這樣子 包括說 我們現在 在那個 木曉動畫 他們現在做那個 那個 古蹟的3D複舊 各位可能比較沒有什麼概念 就是 一些 那個 台灣的老房子 他把它用3D重建起來 它上面的材質 烏瓦 跟磚塊 它的拼貼是有 它拼勾法在 比如說 我要一塊小的拼兩塊大的 再拼一塊小的 這種 磚塊這種很奇怪怪的需求 通常你直接用畫的 然後你要畫到五縫平接 其實不好做 但是你用這個做的話 不但可以做 我起來可以做 其他的 比如破損物質 你下去調 用電條 然後稍微有點 這樣子 這就是專門其實很優勢 當然 我想各位前面 也選過半選機 不是那麼 就是 不是那麼 直覺 他是要花點腦袋去 邏輯去組合的 所以其實 不 雖然這算是程式初階 所以我在一年級程式初階 我已經叫做完了 好 那不管他了 總而言之 你也知道會有這樣的一個效果 所以 你只要 你覺得哪一個值對你來說 是有需求的 你可以在這個地方 找到那個對應的值 然後把它 X-Code輸出 輸出了之後 這個值把它輸出 SPSAR 都在 那個 在identity裡面 讀進來的時候 它的 S這個地方 你只要對外掛這個地方 就可以直接去順庭這個內容 然後 它後面會直接 跟那個程式的數量 直接下去調整 一樣的內容 這樣子 這點還蠻可愛的 好 好 那 不過這要花時間 所以大概是先這個樣子 好 然後另外 那個 上次我們有講到Vray 今天我們先不管Vray了 總共一致在這邊 我這邊有一個外掛叫做 substance plug in in 這個是從官方直接下載回來的 你到官方去看就有了 官方你登入一個帳號之後 你在getsubstance下面就會有 它會對應給3D Max 對應給Maya 對應給Fudini 對應給Model 都有 或者是其他的外掛都有 那 如果我今天不是要 如果我是不是做遊戲 我如果是做動畫的話 那 當然 我就不會進Uity 我就會在3D Max裡面做 那這種情況底下 我的SBAS AR 可不可以在其他軟體裡面用 其實它都可以做 其實在每個軟體它都可以做 這就是它很有趣的 一個地方 那我們先把Max 當然這個要安裝 它是外掛 所以要裝的話 其實要先把3D Max要先關掉 要先關掉 然後 這邊它有稍微提到 就是這個外掛 在Max這個地方的版本 它是適用在 Max 2018 2019 我在它的Facebook上面說 可以支援到2020 但是 反正我們也比在2020 就不往它 反正就知道2018 2019 是OK的這樣子 OK 然後我們就把它裝起來 關掉了 然後 我就執行它安裝 下一 輕鬆 裝起來 好 那安裝完了之後 我們打開Max的時候 Max就可以直接接受少 甚至SPSAR 當然它也可以吃貼圖 不過吃貼圖 都是吃 就是吃的效能 都吃得很重 所以我其實一般 比較平常說 用SPSAR來做 這樣子 OK 好 那這樣安裝完成了 你就可以去開3D Max 如果你將來不是要做遊戲 而是要做動畫的情形 那我們是裝在3D Max裡面 然後用3D Max去Render 算讀成動畫 那跟你在遊戲裡面做 我們都在裡面 這樣子 好 那這個外掛 我有放在分享區底下 所以如果你等一下 可以先裝起來試看看 好 那 好 先這樣子 畫面先過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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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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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